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买下一只金毛吧 也算是改变了他的命运 看过我那期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在那期视频播出之后 我看到粉丝朋友的评论非常的感动 心里着实非常感动 也有朋友想看这条狗的后续 那么今天他的后续来了 我看有朋友说让我好好安抚安抚他 安抚安抚他的情绪 他的情绪比较暴躁嘛 今天咱们给他喂点奶粉泡肚凉 让他慢慢的从那个情绪慢慢度过一下 安抚一下 给 来喝吧 给 喝吧 诶 不能出去啊你 先喝完再出去 吃吧小鸡毛 他心里还有一个顽心呢 顽心太重 这狗还年轻着呢 吃吧小鸡毛 这狗各方面状态都挺好 正如我上期视频所说 他应该没经历过太多 不像有的狗已经骨瘦如柴 还有皮肤病什么的 那都是经历了 不知道多少天的周折周转 还折磨着那个样子 他呢状态各方面都挺好 没受过太大罪 没受过太大苦 你看这奶粉泡狗粮 如果换成经历过那些不为人知的痛苦的狗之后 他肯定是狼吞虎咽 你看他吃的还挺悠闲 就说明 他那个在他远主人家生活的也挺好 这条狗基本上不用太太过打理 身上也挺干净的 我检查了一下没有皮肤病 各方面都挺好状态也可以 内里也没有啥病 粪便啥都正常 吃吧吃吧吃吧 吃完带你出来玩 放你出来玩 吃吧吃吧 吃吧 吃的差不多了 吃的差不多了 好了好了放你出来玩啊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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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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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过来 过来 这条鸡毛呢 目前在我这儿各方面状态都挺好 请大家不要挂念 来 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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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刚跟他玩了一阵 现在有点累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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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毛 挺好的鸡毛 作为半里犬肯定是养得非常舒心 挺好的鸡毛 其实我也挺喜欢鸡毛的 虽然我是养德国牧羊犬的 但是我也挺喜欢养鸡毛的 之前有十年前了吧 养过一次鸡毛 但是很遗憾 但是很遗憾 那条鸡毛没有成活 在他 九年前的这个时候 九年前的春天 他得那个翻肠子 后来才知道那叫细小病毒 翻肠子 死了 死了 我还依稀的记得 他死的那一天 就是自己找了一个角落 找在一个石头的缝中 然后趴在那里 我一天那天看了他好几次 下午四点钟的时候 看着还有微弱的呼吸 等到五六点钟再看的时候 已经没有呼吸了 提起那一幕 现在仍然绿绿在目 说起 我从小就喜欢养狗 但是从小就没养成过狗 全部都是养到两三个月的时候 翻肠子 都死了 后来才知道那翻肠子 就是细小病毒 就是感染细小病毒了 当时不知道吧 当时都说是翻肠子 翻肠子是每条狗 都必须经历过的 那时候听大人说 都是必须经历过的 如果他熬过去那一节 熬过去了 翻过去了 那他就活过来了 翻不过去 那他就死了 其实 其实等到专业的养狗的时候 就自然而然就理解了 那个是叫细小病毒 可以通过防疫进行预防的 那个翻肠子翻过去 意思就是说他抵抗过去了 没有用药物治疗 他自身也可以抵抗的 其实任何病药物只是辅助 关键还是要看他自己本身的抵抗力 为什么有的狗 他染上同样的病 有的狗通过药物辅助 他能活过来 有的狗就活不过来呢 其实药都是辅助 关键还是看他自身的抵抗能力 如果他能翻的过去熬的过去 那自然就翻肠子翻过去了 如果没有抵抗的过去 自然就没翻过去 那就死了 那就是感染细小病毒死了 不过小时候嘛 比较孤陋寡闻 现在得知这些病 都是可以通过打疫苗来防疫的 防治的 现在差不多的狗都养成了 小时候没养成过狗 从来没有将一条狗养 从小养到大过 都是翻肠子翻死了 我小时候也养了不少狗 因为从小就喜欢狗嘛 进门 好了 今天他的状态就是这样 各方面都挺好 请大家放心 有喜欢视频的朋友可以持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